阿摩斯书五章八节 要尋求那做卯星和参星 使死人变为晨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命海水来囂在地上的 耶和华是他的名 天上 纵然有数之不尽的繁华众星 你可曾想过 为何神只是向世人独特标记 这两伙神星 卯星和参星呢 卯星是由七伙主星组成的星团 称为卯兽星团 又称为七姐妹星团 参星 即是天上聂户在腰带的三伙主星 又称为聂户在腰带 约百记三十八章三十一节 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 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约百记九章八至九节 他独自铺张仓天 暴行在海浪之上 他做不久 参星 卯星 并南方的物工 宇宙的浩瀚 银河系 只是宇宙亿万个星系中的一个 并且有数条船臂 由银河中心伸展出来 成为宇宙一个 程罗船形状的星系之一 至于我们的地球 是伴随整个太阳系 所身处于银河系 其中一条称为 聂户座船臂之上 而且整个太阳系又正正是环绕 华星七字每星团公传 公传一周 随时大约二万四千至二万六千年 华星即是环绕整个银河中心而公传 原来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早在三千五百年前 藉着圣经 预示比有缘微层的人类 认知地球 在浩瀚宇宙中确实的位置 就是地球和华星 参星之间的联系 除此之外 主神藉着华星和参星的记载 普遥基督徒认知当中三个启示 第一 自古以来 众多诗经家 按着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的解释 相信华星七字每星团 就是代表教会和教会的使者 启示录一章二十节 轮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傲备 那七星 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 就是七个教会 原来 整个宇宙里面 太阳系 环绕某星持续不断地公传 这个正好预表着 全人类世世代代的发展 正是环绕教会 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记载 那个章要避体的男孩 这个时代性的主角而转动 第二 从历代历世的古文明和古文物 卯星就是标志出 百利恒之星的位置 的确 卯星就是最好的媒介 指示世人尋得百利恒之星的位置 同样 卯星七字每星团 所代表的教会 就是带领全人类 指向百利恒之星 所代表的主耶稣基督 第三 自古以来 参星 即是列会了腰间的三火主星 均被普世诗经家公认代表魔鬼 敌基督和邪恶的灵鹿 创世纪十章八至九节 古实又生灵鹿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列户 所以俗语说 将灵鹿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列户 原来 地球的位置 除了环绕卯星七字每星团 公传的这个特征之外 第二个特征就是参星 列户座 因为地球正在落在银河系列会在船臂上 这样 晶晶就吻合圣经对这个罪恶世界的描述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手下 终含以上圣经记载 神绝对认知天上众星 与及地球在浩瀚宇宙中的位置 并且授予各个神星的属灵意义 甚至正值这个世界的末时 神向教会打开星祭启示录的奥秘 令到教会得着神星的祝福 让这些生存末世的智慧人发光如星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那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持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核本他们 核本原文作目 将他们如同遥护的瓦器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神星持给他 声明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义的就应当停 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至四节 智慧人必发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时多人归宜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理呀 你要隐藏者画 封闭者书 直到末时 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或作 切心研究 知识就必增长 因此 关乎世界末时 种种终极的奥秘 原来 早已借着声售的位置 隐藏在启示录 和弹以理书之内 并且要借着 声制启示录的约事 揭示神对人类终极的智慧 主耶稣基督 在路加福音话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五至二十八节 日月 星辰 要显出二少 地上的邦国 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声响 就方方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 有大荣耀 驾魂降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好 有出色的事 人想起来 疯狂的事 我会在这些事 很大 你问我 一会 你们论 有大荣耀